责心 比较ienne型 那么到小雪想演出呢 我就会把那个人猫面的立体了 你见到他之后,觉得他很斯文 所以他的角色会改得相对斯文一年吗 其实因为他虽然以前也爱清兵 因为他个子啊皮肤啊还是很难忍的 那么因为我就知道台湾是要军训这个过程的 所以他一到香港的时候我已经问他 他其实有动作的基本的动作的底子很好 到拍的时候也很惊讶 因为呢他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好 他肯定这部戏出来以后他会开始拍动作片 哈哈哈哈 就是你妈妈觉得他这个前面拍动作片的是什么 我前面一个想嘛一个演员如果 他如果没有记错的差不多三十吧可能不到啦 再过十年他能够拍爱情演嘛 那么如果他是要个潜能啊能够拍动作的也是一个好事啊 所以他愿意结束挑战 嗯 张肖泉这个演员是您订的吗 张肖泉是我 我手还是要给我 sticking上面 noch呀 我听说你身材他有邀请 我是要看电影的时候 곡都能得到的 看他的电影ink会歌都得到的 院�hst 那鸭鸭的有一点自民和样子 ・燼道所以说 搶,就是一点,我们一投诉的,他就常常拿那个电话手机,很多电话,就是怎么做? 他的电手电话很多,他在拍视的时候电话也很多? 不是的,反正他常常都是,现在的男性女性,年轻人都是守护离开电话的,他也不是例外的。 但是因为我在现场拍视的时候,比较急,所以有时候我会催他。 你会跟他急? 因为我拍片子的时候,每一个工作间很忙,很急,所以很难是等他打完电话才能拍视,希望大家理解。 很多内地女演员,在香港导演的电影里面,都可能是花瓶。 同意俩会有这个花瓶的角色吗? 我一直跟他碰面的时候,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 我不能让国内的代表,拍我的片子。 如果他不成功,那这是我的最大的失败。 我相信在这个片子里面,他的表现机会有很多。 我导演这么多年,就是得了几个没拍戏嘛,对不对? 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呢,就以前的新演员,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新演员。 你会觉得他们的表演模式啊,还有人人处事啊,有哪些变化吗? 就是跟您当年拍戏的那种环境。 就是说现在的演员的表现,表现的方法,有什么变化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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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演的方式。 其实他们演员,每一个演员,他有他的佛性。 那么就在不同的导演手上,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要求。 那么反正呢,演员啊,他们的弹性很大。 弹性,弹性,弹性,弹性很大。 他们啊,每一个演员都可以演,很多不同的人物。 那么我对他们的要求呢,当然你知道了,大概, 他们反正是自然,真情丢路。 那您之前的角色,定的是吴燕祖。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推掉这个戏呢? 那应该是吴燕祖,他自己识人的问题啊。 识人的问题啊。 识人的问题。 我完全可以接受他,接受他这个解释。 这个他的原因。 是因为生了孩子,然后想休息? 你要去问他咯。 人家的事我不能讲。 那导演其实是不是,不是说特别想用独仔一开始? 啊,最早期的时候,因为是吴燕祖。 我才启动这个,这个拍戏的计划。 那吴燕祖知道吗?知道您这个想法吗? 吴燕祖来给我一次赴面的时候, 他有两点,给我一个对他感觉。 第一,他说,因为他刚刚上面的孩子, 孩子肯定是一个好爸爸。 孩子要去看那个医生。 但是,他马上赶过来, 与我碰面,更不公平。 我们可以问面子。 结果他说, 从他,从外部回来香港的时候, 他说,他走飞机的时候, 我手上面有一个字条。 字条。 字。 字条这样的孩子,写了一些大人的名字。 他说,全部都害我。 就是有一个没害我。 就是我。 所以呢, 后面他是赶过来给我讲, 希望,不入位。 他跟他不说太多。 所以我在想。 因为这么多年, 其实我都也等于一些好演员出现。 等于一些真诚的, 真的认真的演员出现。 有一个很好的演员出现的时候, 会给我一个其中心。 好了,讲完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